接著我們要上的重點叫做高氣壓跟低氣壓 我們這邊有一個圖 我們這邊有在以前是電碼年代 所以它為了要節省 所以它最後會只打兩碼 所以它們寫了十八十四跟十 十八就代表1018百趴 那麼九八是代表998百趴 因為原則上1013附近不會到達這麼高 所以叫做九百九十八百趴 然後你就 但是到目前為止學測會考 它寫的氣壓值都是寫四位數或者三位數 沒有寫兩位數的 你在參考書的確認念上才會看到有寫兩位數 就這個意思 不過最近有個麻煩事來了 就是歷史上的最大氣壓本來是1083百趴 不是1968年 可是就在前兩天我們出現了一個1092 1092 在1月22號的時候就出現一個1080 當時我們臉書的晚上就有人說 嚇死人 嚇死人到1080 第二天出現一個1080 完蛋了 又快要破紀錄了 結果後來就真的破紀錄了 變成1092 就是我們前兩天你們所謂的霸王級 帝王級寒流 全台灣邊邊邊在下寫下定數的時候 OK 1092 當然有的老師說 好像是950以下 1050以上都要寫 都要寫滿 都要寫兩位數或者是四位數 不過 以後寫92 我就不知道到底是1092還是 992 不過你就當他992 OK 就是這樣一個小問題 好 這邊 994 1002 1010 越往中心越大 這個東西叫做高氣壓 又稱為反氣旋 後面告訴你 為什麼叫反氣旋 叫氣壓高 中心氣壓比旁邊高 就叫做高氣壓 高氣壓 高大家都1013附近 所以如果你是高氣壓 你的氣壓絕對不會低 但是理論上是 你只要比旁邊高 你就是高氣壓 你們班的最矮的矮個兒 跑到幼稚園的小班 一樣叫高個兒 因為你比旁邊都高 你就叫做高氣壓 你就叫做高氣壓 所以我們的代號叫做H H 高氣壓 所以代號叫H表示 氣壓高 好氣壓H 倒過來 如果你中心氣壓值 你中心氣壓值 你旁邊都來的低 這叫做所謂的低氣壓 10 16 1012 1008 越往中心越低 叫做低氣壓 也是一樣 大家都1013附近 所以你是低氣壓 你的氣壓絕對不會高 但是理論上是 你只要比旁邊低 你就是低氣壓 你身高號升180 到了美國NBA 其實還是矮個一個 這叫做低氣壓 這叫做低氣壓 所以這叫做你比旁邊低 就叫做低氣壓 代號寫錯 L L 低氣壓 L 所以叫做低氣壓 所以 HIGH 跟L 所以第一件事你要會認 人家畫圖給你 你要會認得出來 這個是高氣壓還是低氣壓 應該要標H還是要標L 就是你要選會的事情 然後另外的是要記這個事情 北半球高氣壓會順時鐘旋出 北半球低氣壓會逆時鐘旋入 等一下跟你解釋為什麼會順時鐘 為什麼會逆時鐘 好 北半球的高氣壓的氣流方向是順時鐘旋出 北半球低氣壓的方向是逆時鐘旋入 逆時鐘旋入 逆時鐘旋入 這次要記得 OK 好來 說一下 解釋一下 這邊有個高氣壓 我們說風要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但北半球要向右邊偏 氣壓高吹到氣壓低會向右邊偏 氣壓高吹到氣壓低會向右邊偏 所以變成這樣子吹 這樣吹什麼時鐘 順時鐘 所以高氣壓就是順時鐘旋出 那麼如果是低氣壓 低氣壓應該要吹進來 但是北半球要向右邊偏 吹進來向右邊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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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變成這樣吹進來什麼時鐘 逆時鐘 所以北半球低氣壓是逆時鐘旋入 南半球會相反 但是 但是 風一定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所以不管南半球還是北半球都是旋出 低氣壓一定是旋入 高氣壓一定是旋出 這一定都一樣 因為風要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但是科斯利北半球向右 南半球向左 所以轉的方向會相反 然後就有這四張圖 來 你要學會的事情 我把H跟L塗掉 我把H跟L塗掉 你要看到圖就會認 這個是高氣壓還是低氣壓 旋出的是高氣壓 旋入的是低氣壓 第二個 要會認 他是北半球還是南半球 北半球高氣壓順時鐘旋出 北半球低氣壓逆時鐘旋入 南半球相反 你用各種方法背 隨便你 我的背的方法是負負得正 北高順 北二高順利完工 北半球高氣壓順時鐘 北半球低氣壓 北高順正正得正 北半球低氣壓正負得負 逆時鐘 南半球高氣壓負正得負 逆時鐘 南半球低氣壓負負得正 順時鐘 這是我的背的方法 隨便你怎麼背 反正你就要背 背就對了 我再說一次 我把圖上的H跟L塗掉 看到圖要會認 他是高氣壓還是低氣壓 北半球還是南半球 這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北半球 南半球 高氣壓 低氣壓的氣流方向 OK嗎 OK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是古收有出現 也考過的 以前那左颱風用的 北半球背風而立 高壓在右 低壓在左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肩肩的代表頭 所以頭往前面 這個是背面 高氣壓順時鐘旋出 低氣壓力時鐘旋出 叫做背風而立 然後呢 高壓就在右邊 低壓在左邊 所以呢 你就會知道 哪邊氣壓高 哪邊氣壓低 哪邊是颱風中心 你就可以離開它這樣子 OK 所以這樣記住 古時候 現在課本是沒有講 但是我希望你還是會 北半球背風而立 高壓在右 低壓在左 這就是跟各位介紹 有關於高氣氣壓的氣流方向 OK嗎 OK